談談內房相關的企業 因為陸續有消息說內房的企業不能夠出 在明天3月31日之前 預期刊發全年業績 我們先報一報最新的 花樣年就出了通告 會延遲刊發全年業績 以及會延遲舉行董事會 因為公司重組和財務人員流失 公司今天會繼續交易 但星期五開始就停牌 雅居樂和雅生活都沒有辦法在3月31日之前 刊發業績 雅居樂就說預期在5月15日之前都會做得到 雅生活就說4月30日之前就會刊發 之前例如恒大、世貿等等都不能夠 如同刊發年報 而且近日不少Big Four的會計師、事務所 都辭任幾間內房股核數師的職務 有些就有復活日期的 有些就沒有復活日期 其實Jason你會建議真是持貨的投資者 他有未即時停牌的 你覺得應該怎樣處理手盡持有的這些方法 那本身你說持有些相對槓桿比較高的內房股 那去年都講了很多次 都給了很多心理準備給大家 就說基本上風險是相對一定是高的 現在大家擔心的問題就不是說究竟他們是否賣到樓 因為基本上以他們現時的財政狀況或者內地樓市的氣氛 就一定遇到銷售是壞的 或者整體業績的盈利一定是會大幅的倒退 甚至乎你說派息了那邊 我亦都覺得是會完全剪掉它 但是這些都不是重點 因為講現時這些內房面對最大就是一些債務的問題 那譬如容創都提到 為什麼說那個業績不能夠說如期是刊法呢 那當中就是說auditor那邊有很多東西都未算得到 那當中譬如可能去有一些債務 那面對一個評級下調之後呢 又可能被人要call loan要提早去還的 那又或者有些你還不到 要跟那些債權人去到談一些所謂重組方案 或者延期還款的方案呢 那這方面究竟是談成怎樣呢 也都是很對於那個業績來講 怎樣顯示你那個debt 或者你那個利息那個開支呢 是一個很關鍵的項目來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他們都仍是跟那些債權人在商討 那你的核措施也都一定要等著相關的報告 或者結果呢 才是會出到 那還有究竟他們本身會不會都還有很多隱藏的債務 明明應該是在那個業績上面是刊登 要是發佈出來 那但是可能之前一直都是隱藏了 那而這些核措施也都需要做回一個所謂的盡職 DUD的責任呢 是要挖出來呢 否則的話就好像之前恆大的例子 那恆大的那個核措施呢 都被內地那些有關當局是警告的 就可能在點計之前他有這麼多的那些債務問題 那但是那個核措施一直以來都好像沒什麼發覺 繼續給一些叫沒有保留的意見那些的報告出來呢 那所以現時我相信 甚至是Big 4那些核措施呢 面對那個壓力呢其實都挺大 就不是說單單純粹是針對內房本身呢 而是對於監管的機構啊 給他們那個的要求可能是嚴格了的 那他們也都要做足回那個DUD呢 那我都相信他們沒有一個十足把握之前呢 就不會說那麼容易給那個業績出街 那所以如果你問我對於就是 就是拿著內房股的投資者來講呢 現時就唯有就是 就是如果當然你還沒停牌的時候呢 你穩陣起見可以先走了 那但是又這麼說 因為如果你說本身去這次叫做停牌 或者未能夠即時出業績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要給多些時間的auditor去到 check show 或者給多些時間他們跟那些債權人去談呢 其實又不一定說一定談不成的 如果你說到最後他們真的談得到數 某些債不用說即時還 不會說去到一個大規模的違約呢 那我相信以他們現時的估值 那個估價的水平呢 其實有少少是over shoot 了 那但是這個就是投機的角度去看 如果本身是願意去搏的 就是搏到最後的內房 沒事或者那個違約的情況 是沒有大家想到那麼嚴重呢 那基本上的估計有條件去復牌之後呢 會有個比較急的反彈 那當然就不是說可能十隻內房裡面 有十隻都完全可以是 完全沒事 就是完全去到安然無恙了 那萬一如果你真的搏錯了 你選中某一隻 是真的有個很明顯的違約 或者他未來都仍是需要一個很大批的一個融資 去到攤博的股權呢 那你就要面對相關的風險了 那所以這些股份對於穩健的投資者呢 就從來都不應該去買的 那如果你說對於進取一點點 以小博大的角度呢 那你可能做足一個心理準備之下 當買一點點 過去復牌之後大彈呢 都是其中一個策略